我覺得你可以演 只要不要演美秀姐的爸爸 我都OK 那下一部戲就是找你演美秀姐的爸爸 先不要好不好 先不要 不是 因為今天我們要聊的是說 你是說嫌我這個體重有點重 你知道吧 今天我們要請到了我們圈內 天王天后級的人物 是 他們是從一出道開始 減肥這兩個字 演員都是這樣的 真的嗎 演員都要這樣嗎 演員因為我們都是要有職業道德 是 可以了 我們現在馬上把他們介紹出來 歡迎我們 我們台灣代表 歡迎我們的昭龍哥 還有第二次姐 是彥霈 歡迎他們三位 歡迎 今天來到韓社 我們真的是彭畢生輝 你看 真的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先來宣傳嫁妝嘛 是 而且從六點到八點 讓你看得過癮 而且最重要的是 怎麼樣是特別版 就是在民視沒有播出的 在超市播 例如說有床戲啊 文戲啊 有可能 全部都有 你們是演夫妻嘛 不見得 可能每一條線都會有不一樣的 對 而且是不一樣的床戲喔 比如說我跟昭龍哥的 你為什麼滿腦子跟那個 來…你既然聽到昭龍哥 來 昭龍哥不好意思 請你站到小梁哥旁邊一下 沒有…我來… 昭龍哥 是 不可能吧 你幾年次的 我60 而且是年 60歲吧 年底 年底的12月 等於是61學年度 61學年度 看看你的身材 再看看人家昭龍哥的身材 對… 你憑什麼說你是60 差別很多嗎 比喔 他又不是蝦子 我看他竟然還差很多好不好 兩個都很帥 你一定要這樣受傷我嗎 等一下我們就好好談一下 三個人到底是怎麼減肥 對 那我們三位請先上座啦 謝謝… 謝謝… 我們的新男為了減肥 完全不需要放在心上 一點苦頭都沒有吃到 因為他們的體重 就是他們的螢幕形象 歡迎我們的聯合國新男 肥胖是最流行的文明病 走遍世界各地 減肥都是最熱門的話題 法國人注重飲食 從小就開始教育 日本人不愛運動 就算瘦也並不健康 到底怎麼才能有效減肥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來…我們問一下六位喜男 你曾經因為減肥 吃了很多苦的情侶缺 沒有的請舉叉 辛苦嗎 這很辛苦 我在減肥 下一個颱風來 我就被吹走了 那颱風趕快來喔 夢多你有需要減肥嗎 其實我是小時候胖子 我很容易胖 然後就是因為那個 我也靠臉吃飯 所以現在就是 還不噴 你好 我先說明一下 我的另外一個工作是五師主導 所以有時候就是演員 也跟我講說 老師怎麼減肥 如果我胖 沒有說服力啊 但是我問題是 我吃得很容易胖 所以很痛苦 所以就是通常晚上都不吃啊 除了喝酒以外 還喝酒 怎麼減 那不等於沒有用嗎 沒有 其實只有喝酒還好 如果很多人就是喝酒 想要吃東西變胖 是 對啊 所以只有 慢慢喝啤酒就不會胖 變胖有減肥的一些經驗嗎 有啊 我之前曾經胖到50 我胖8公斤 我胖到56 我現在47 我161 我們一樣高 對 在古裝拍古裝的時候 對啊 拍嫁妝的時候 前面跟我們後來已經不聯繫了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拍被檔戲嘛 我們可能今天拍第四集 那後天拍第三集 那可能下個月又拍回來第一集 那所以第一集 那時候我已經瘦了 但是第四集的時候 是在很前面的時候拍的 所以那時候剛好是古裝 連到新戲的時候 最胖的時候 然後我還被長官罵 打電話來罵 其實如果以你的身高 你到57公斤 在鏡頭上面 真的會看起來略胖耶 是很胖 因為衣服如果穿得不對的話 就會更胖 那焦榮哥呢 你接過這麼多的八點檔 哪一檔是你拍最胖的時候 我拍最胖的時候是 拍天下地位那部戲的時候 是因為一直吃嗎 那一部戲 對… 因為戲裡面演廚師嘛 然後收視力又很好 所以從第一集呢 我從六… 六十八公斤吃到八十公斤 那時候八十 對 小燕哥你現在多重 然後基本上我想說 奇怪吃到這麼胖 收視力還很好 我就… 我就算了 我就想 也…也許是 胖一點有福氣這樣 你也是這樣想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收視力也很好 然後到殺青的那一天呢 有一天呢我們到中部的那個 一個遊樂場去出外景 一個活動的簽名會 然後突然有一個爸爸 比我年輕抱著一個小女孩 然後很開心輪到他 他就會說快… 給昭榮阿伯報 阿伯 阿伯 我開戲從以前到現在 昭榮 昭榮哥 叫大叔 大叔我是可以接受 阿伯 我跟你講 我大跳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那一天呢 我們從台中回到台北的路上了 所有人在車上呢 嘻嘻哈哈 每一個人都很開心 我說你慢慢在吹 阿伯 我這輩子 我絕對不要做阿伯 那如果昭榮哥這樣子在國外看起來 會像是做什麼行業的呢 獨立快餐車 不是你先猜我幾歲吧 我先猜你幾歲 你確定你要我猜你幾歲嗎 對啊 你確定應該43吧 好 你們現在確定知道小人哥幾歲嗎 我確定 小人哥幾歲 他跟我一樣 你下一集 你下一集確定你還會出現 其實我很久之前剛帶著 拍過戲 真的嗎 那個我演那個日本 那個將軍 請問你不演日本人 你要演什麼 演住民啊 等一下 還有菲律賓的沙迪卡 等一下 太多了 你自己說太多了 太多了 很多人 我覺得現在有43 43喔 43 對 其實我已經46了 那你們真的有過 為了減住 那你試了多少的方法 我瘋狂的運動 但你知道瘋狂的運動 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我每天到健身房 跑過三個小時 跑過三個小時 對 而且跑很快 但你知道那個 傷到膝蓋 兩個禮拜之後 你就會覺得很累 然後會有那個運動傷害 你就不去了 對 所以發覺後來 然後不去之後 其實還是會胖嘛對不對 是 還是馬上就胖回來 因為其實我記得 國外的朋友 都比較習慣用運動的方式 來減重 對 但是張宏哥自己 有很深的體驗 什麼意思 就是 就是他剛開始 他也是一直 就是全部都是用瘋狂運動 來去減重 那後來咧 因為你膝蓋收上之後 你說你運動傷害 你就不能靠運動啦 對 那你就靠什麼 減食量嗎 後來我運氣很好 因為我之前 我的電影在東京影展 有得過獎 後來日本的一個製片人 他就講說 然後張宏 我們有一部巴西的電影 然後要到巴西拍這樣 巴西森波 對 然後我就去那邊拍 然後我一到那邊的時候 我一下飛機 然後那個製作人一看到 張宏你怎麼胖那麼多啊 天啊 怎麼 從六七公斤胖到八十公斤 一下胖了十幾公斤 然後我因為在巴西 要演一個華人的黑道老大 要很精煉 那種很精煉的那種感覺 他們心想完了完了 怎麼來一個胖子這樣 然後因為你說那個商務艙 二十幾萬 也不好意思叫我再飛回去 所以你知道 因為那是Hollywood的團隊你知道 所以他直接就 然後就 全部都是老外的喔 而且是美國那些 好萊塢的那些巨星 因為他們都不吃減肥藥的嘛 對 他就給我 然後新人代謝的觀念 跟適當的運動 這三個方式 我就從八十公斤 真的假的 真的 一個月的時間 你還有跟那個營養師聯絡嗎 不用啊 他後來他就把這個方法 引進來之後 他現在 你現在幾公斤 六四 我現在六七 他就持續還是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一直跟小楊哥聯絡嗎 可以啊 我跟你講 謝謝... 我跟你講那營養師非常貴 一個月我簽美金 是 真的 真的 那很妙耶 好萊塢真的很多的營養師 幫很多藝人減肥對不對 所以代表在美國 胖子真的很多 太掉了 太掉了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其實喔 杜莉你的身材 在美國不算胖 對 不算胖嗎 他在他們家鄉是最瘦的一個耶 沒有 至少在美國 你去哪裡 很好買衣服 而且你買衣服 可能要賣size L就好 但是如果在台灣要買衣服 我可能要買三叉 這個... 你應該覺得幸運你在台灣 你要去到日本 夢多連衣服都買不到 何況是你 那是內褲的問題啦 有 也是有大的OK 就像你剛剛說 他算是 肉肉的而已 瘦的嘛 就稍微肉肉的 對啊 我家那邊 有一個人很有名 因為他是胖到 他腿不方便走路 所以還有那個自動輪衣 然後你知道我們 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 很遠對不對 他從他家要到超市 他又不開車 那他做什麼呢 有一天我們下課 然後要到家的時候 就一條路 他一直賽車 我說怎樣耶 是怎樣耶 為什麼賽車 結果我們到前面看 那個人在高速公路 他要到超市耶 你們在電動輪椅 可以上高速公路 可以啊 因為我們沒有人心到啊 喔 對 但是更誇張的是 他的男朋友 他的男朋友 你整個故事講完 你看現場有人笑嗎 對啊 對啊 美國有一個節目 是專門在幫胖子減肥 但他們的胖子 不是像我們想像中的 可能只有八九十 他們是超過 兩百公斤以上 對 大概多四百多磅 然後有些人去錄了這個節目 節目還沒錄完 他已經走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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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